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這個停電難道要成了我們的日常嗎 我們看到在昨天的時候 柯文哲的造勢場是跳電了兩次 他當然就趕快藉機大三說 他終於體驗到 民進黨說不缺電 可是馬上停電 跳電兩次 但是他也酸說 這是不是小動物又出包了呢 台電就回應說 線路供電正常是因為 柯文哲自己造勢活動設備 用電太多才會有跳電的狀況 可是其實確實說跳電 在高雄的岡山 昨天也是又停電了 其實他們五天前也停電 所以已經是三度 總共加起來三度的停電狀況了 台電的高雄區處說 事故原因是因為樹枝 碰觸到了高壓線路 所以才導致整個線路有一些狀況 所以說兇手抓到了就是樹枝 就王友大酸說現在從動物變成植物 萬物都要來談一下了嗎 是不是下一個礦物請你熱身一下了 好 高雄的動物難道真的有特別活潑嗎 我們看到在高雄左營之前說停電 就是白蟻咬穿的電纜 那麼小鳥也曾經讓高雄有2000戶停電 不要說小鳥 松鼠一樣 也是有導致一些地方停電 所以有一些就做這個梗圖 說美花和它的小動物們 就算說跟這些小動物講說 還是都讓你們來幫我們扛一下好不好 而且現在說台電員工哪就爆料 私下爆料說壓力好大 因為他們的出錯 甚至還要被動用國安法來查戶頭 查通聯 這是洪孟凱他說 在臉書上有人跟他反映 第一線的台電員工說 這個能源政策感覺上好像要他們扛 什麼時候他們竟然是變成共匪了嗎 而台電現在說虧損太多 那麼10月電價到底原本說要 可能要漲來到26% 而台電也已經提爆了這個方案了 結果最後政府出手了 說我沒關係啦 我就增資1000億 所以至少電價10月份是應該不會上漲的 畢竟現在選舉年嘛 所以我們要這樣大傻幣嗎 可是最後這些錢要不要還 好 所以說到大傻幣 我們就看到在高雄 這個最美漁市場號稱的說 人潮現在古山漁市場已經幾乎是消失了 而且很多攤商也退出 所以議員白曹英就說 這個美有什麼用啊 文子懂得欣賞你的建築品味嗎 那為了這個漁市呢 現在趙天也跟他槓上了 甚至喊說要抵制藍營選將 他說國民黨不能夠為了政治鬥爭 拿高雄光榮感的這個漁市 而且受國際肯定的建設來打擊 所以大家 請用選票抵制國民黨的候選人 而白曹英則是說 人家明明就在討論說 砸1.6億後 這市場到底商業成效 以及市場定位在幹嘛 結果呢 既然扯出的邏輯是 不要投給國民黨 這個會不會跳太大了呢 難道這個就跟高雄安事件一樣嗎 所以我們看到旅美學者翁達瑞 他又再度的嗆說 高雄安把新竹市的棒球場 當成政爭工具 這個追殺就美國職棒大聯盟 扮演是幫兇的角色 因為他們引進專家給高雄安 結果說是個MLB 你不要來介入台灣的政爭 姚明哥怎麼看 我們就先從翁達瑞這個事情開始講 其實我在這邊一定要幫他證明 他叫陳時分 不要再用他一個假名 到處欺世盜明 因為陳時分教授 你在美國居然會講出 美國大聯盟介入台灣政爭 這種荒謬的話語 我真的無法理解 你的這個博士學位是怎麼取得的 首先 為什麼新竹棒球場 會跟美國大聯盟聯上關係 是因為去年在爭取 今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這是由美國大聯盟主辦的活動 那時候新竹棒球場 在爭取分組的熱身賽 所以去年在高雄安還沒有上任之前 美國的場務專家就到了球場 去現場看說他的排水 他的這些草皮 這些狀況 符不符合國際賽的規格 結果今年1月高雄安上任了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最後確定了這個 因為裡面還有什麼電線 還有什麼亂七八糟的 然後排水也不行 所以這個場地 我們沒有辦法使用在熱身賽 是這個連結上關係 後來高雄安就委託了 當時這個大聯盟來的 場務專家 他們去做更進一步的場地見解 是這樣連結的 結果今天去扯什麼大聯盟 什麼介入台灣政爭 有一點常識好不好 但是沒關係 我很支持陳時分教授 繼續說這種秀下線的話 不要忘記了去年 去年林志堅跟新竹棒球場 當時發生球員林哲軒受傷的時候 這位陳時分先生他怎麼說呢 他說在美國的大聯盟 每天會有四到八個球員受傷 而且是受傷到沒有辦法上場的 他們的球員工會 從來就沒有要求停賽過 講的一副 你看那個時候就叫 美國大聯盟出來救援 奇怪了 結果後來被棒球迷罵翻 最後他道歉 這一次我不知道 會多久他需要道歉 再來我們講電力的問題 台電當然它不只是發電 發電這個什麼供電運輸 電力的運輸 還有電力的調配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職責 但是近年為什麼會有這麼頻繁的 一個所謂的到處的跳電 有一個說法 這個我覺得還需要 這個晚會委員他們再去查證 有一個說法就是 台電在審他的人力的成本 也就是說他們的罪 去尋查電路的預算 去把它刻意降低 讓他的人工能夠減少 然後等到哪一條線路 出了問題再去修就好了 所以就讓他自然發聲 然後發聲完之後 就說跳電 哪邊切入跳 再去做設備的這個維護 他們就把那個平常 維修巡檢的人力減少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這個我希望這個 網會委員能夠去做這個 實際的查核 因為台電現在是一個 非常嚴重虧損的狀態 可是我們的政府 原本本來說這個今年 應該下半年還要再調漲電價的 結果我們就說放心 陳建仁掛保證 不用漲電價 那最後是怎麼樣 全民買單 最後就是政府撥補給台電 把它的虧損填起來 那一樣 羊毛一樣出在羊身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 整個台電的結構問題 如果不改變的話 我們的整個輸電 配電 供電 都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台電要怎麼改革 我覺得下一任的總統不能只講 單純的能源的那個 所謂的大方針 台電未來要如何改革 也應該要提出具體的方案 王輝姐怎麼看昨天的造勢場 這個跳電兩次 台電非常生氣 我覺得基本就是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 我覺得民眾要求很簡單 經濟民生就是最基本 用水 用電跟吃蛋這件事情 應該不是困難的事情 但是民進黨執政這八年 幾乎我們之前還買不到蛋 跳電是大家常常有的感覺 而且通常都在經濟部長王美花說 不缺電的狀況之下 隔天就一定會有跳電的一個 相關事件 所以我覺得我也認同 就是說下一任的總統 當然對於這個台電的這個目前虧損的狀況 要全部重新來做一個檢視跟檢查 我還是要幫台電基層的員工 要說一下話 這邊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當然快四十年的 台電員工的一個心酸 讓我們也非常多的這個 台電基層的員工跟我們反應 就是說目前國家這樣的一個政策裡面 到底是把錢的一個配比 分配怎麼樣來做一個相關的運用 那基層能力是不是真的夠充足 相關的一個訓練上面 是不是給予相當的一個支持 我覺得這個都是蠻重要的 不要讓基層的這個台電員工疲於奔命 哪邊跳電 其實第一時間所有的民代 都打爆他們的電話 然後到現場被罵的也是他們 那他們在這個台風天之前 其實都提心吊膽也不敢睡 只要一開始有淹水相關的情勢 他們是整個就是已經都在那邊備戰 所以我覺得台電第一線的員工 基層員工我們還是要給他鼓勵 就是說他們其實真的是基礎 在這個第一線幫大家做服務 但是為什麼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虧損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高層或者是政府的一個執政者 在相關的一些預算的一個分配上面 或是人員政策上面 真的應該要有更好的一個配置 才能不會讓他們在基層 該換的設備要換 不要每次等跳了之後再換 我覺得這是很基本 最後我還是要講一下 這位陳教授 這個翁瑞達 翁達瑞 陳教授 我覺得你這個真的是一個反效果 就是說從這個新竹棒球場 這個前瞻計畫編下去 本來還是蔡英文最驕傲 民進黨最驕傲的政績之一 但是這個驕傲的政績 從3.5億一直增到12億 我昨天在宜蘭地方跑 還很多的這個大哥跟我說 怎麼會這麼荒謬 裡面挖出這麼多莫名其妙的東西 然後還被這個美國的專家 說比美國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高中校園都還不如 到底這個工程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一個還沒有驗收的一個場地 可以開始來打球 已經丟臉丟到國外了 對啊 真的是丟臉 我今天也還在粉端上寫 丟臉丟到國外去之外 拜託我們的這個檢調單位 不要這時候又當作沒事 去年就送了 所以這個到今年是還沒處理嗎 猴子哥怎麼看 說這個大撒幣 難道說現在大家民眾就覺得 不痛不癢嗎 甚至還可以上綱成政治議題嗎 其實我們在講這三個議題 都是大撒幣的議題 不管是漁港或者說台電 或者在講新竹報道 大概都是一樣的問題 那民進黨過去這幾年 其實就不斷的 只有做一件事就是撒錢 那你今天來講說 台電的狀況 台電虧成這個樣子 虧到整個資本而虧光 你虧光之後 你就所謂僑富難為五米之吹 你今天來講 你不只是說你的 你虧錢之後 你不僅是說 原本以前的都是因為缺電 所以你會變成是大面積的 大面積的 的跳電 你現在的狀況是說 因為你沒有 你僑富難為五米之吹 所以你整個維修維護 整個這些被用能量這些東西的話 你的壓 你的極限就會被壓縮 你的彈性 你的供電彈性就會不好 所以你的狀況就會動不動 就出現這種小規模的問題 因為你是一個虧錢的公司 你告訴我說 你其他東西都會做得很好 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就楊明剛在質疑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虧錢 柯文哲那個跳電是另外一回事 柯文哲那個跳電是怪不怪的台電 很簡單 你隔壁如果也跟著跳電 那就表示是大家一起跳 如果只有你家跳電 那就是你家的問題 我相信柯文哲這個議題 也不會吵很久 他也不會拿這個 只有出來摔兩句而已 不會在這個地方跟他糾纏 但是漲價這個問題 我覺得民眾一定要去想到 說今年不早明年